民进党当局此前十分积极争取 能够参与由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 然而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22号证实 台湾地区未被纳入印太经济框架 民进党当局填美再遭打脸 美国总统拜登今天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举行首脑会谈 作为拜登此次亚洲型的重头戏 印太经济框架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早在前一天 美国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已证实 台湾地区未被纳入印太经济框架 民进党当局算盘落空 对此专家指出 台湾地区未被纳入印太经济框架 再次证实棋子没有话语权 这时候更没有必要将台湾地区 纳入印太经济框架 总而言之 美国对于台湾 参与印太经济框架仪式 态度上转变 再次作舍台湾地区 只是被美国当作棋子 这样的事实 也有分析认为 美国主导的所谓印太经济框架 只是为了巩固美国抗中之下的 国际供应链 美国贸易官员就曾公开直言 该框架是独立于中国大陆的安排 但印太经济圈 普遍与中国大陆经济联系紧密 因此对美国的印太战略 始终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拜登政府才对印太经济框架 进行了去政治化 与去意识形态化处理 小心翼翼地把它包装成了 一个非常宽泛 非常自由的经济框架 以减少反弹 他们整个规划的话 还是以美国利益为独 他想要拉帮解开 也就是他希望越多国家加入越好 那你如果让台湾加入的话 就很容易被延伸解读 变成说是在围堵中国的意识形态里面 尤其对于东协的这些国家的话 他们对跟中国的关系都非常的好 那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它反而引起他们的反弹 有岛内专家警示 台湾地区没有加入印太经济框架 实质上反而有利 台湾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大陆 若加入印太经济框架 便意味着脱离大陆 转而依附美国经济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民进党当局妄想依赖印太经济框架 实现所谓抗中保台 只会将台湾拖向深渊 民进党为什么想要加入呢 因为他们要对他们的支持者 还有台湾民众说 现在是台美关系最好的时刻啊 所以只要能够加入 那表示说所言不虚嘛 如果说台湾真的加入的话 那我想大陆一定会 会做出相对的回应嘛 毕竟两岸的贸易有这么高的话 随便砍个一半 台湾的经济呢 可能就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个民进党他们都吃不完 都是走的 台湾地区未被纳入印太经济框架 似乎再一次证明了 美国所谓的挺台都是空包弹居多 各方观点请张梅带来梳理 张梅 好的范围 对于台湾地区未被纳入印太经济框架 有网友就借此讽刺 说买武器的钱都花了 莱猪白吃了 又被抛弃了 蔡英文被打脸了 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总召 曾明宗则表示 美国没有把台湾地区纳入印太经济框架 显然是政治考量 未来就算扩大 台湾地区参与几率也不大 所谓美台关系坚若磐石 只是形容词而已 有数据显示 台湾地区今年前四月 销网大陆接单金额为2250.2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10.4% 创下历年同期新高 香港中平网就发表社论指出 显然台湾经济与大陆紧密联斗 大陆好 台湾才会好 民进党当局迷惑于美国的空手套白狼 白宫每隔一阵子就会派个团 快闪台湾 让民进党当局做大内宣 这已经变成一个固定模式 有何意义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也曾明确表示 中国台湾地区无论想参加什么经济框架 前提都必须符合一个中国原则 我们反对台湾地区参与任何有官方性质的经贸安排 或签署有官方性质的经贸协议 至于美国政府不断炒作印太的概念 搞所谓的印太战略 本质上都是企图搞小圈子遏制中国 民进党当局企图挤入这样的小圈子 充分暴露其以美谋独挑衅大陆的本性